鼎心集团底下的正义油品出问题 检调追查发泄 漫游给正义的新好公司 上游的业者是静虹跟福龙的部分油品 来自于香港的宝源公司 而这个宝源公司主要生产的是工业用油 强患搜水油爆发的时候 这个香港的金宝运公司 就是向宝源来净油 在未造可食用油进口报关 供货给强患 检方因此就怀疑 这个正义跟强患的油源都是一样的 不排除传唤顶星高层来厘清 台南地检署追查正义问题油 发现上游的新好公司 除了买进飼料油之外 还混杂工业用猪油 南检传讯新好上游贸易商 静虹九峰负责人和股东 追查油品来源 静虹公司分别是以静虹 静龙还有福龙公司的名义 向香港的宝源公司 进口这个不可食的动植物用油 那进口之后 在贩售给新好公司 那新好公司在贩售给这个正义 公司来做成这个实用的猪油 检方查出静虹等三家公司 同属流性负责人 部分油品来自香港保园公司 由于香港保园 也就是金保园公司供货商 上个月强患爆发缩水油时 相关单位追查 强患也曾向金保园进口非食用油 检方因此怀疑 正义和强患的油源相同 而新好透过首饰的油罐车 直接将首封和金鸿的油 载往正义公司 不但同样像香港进口工业用猪油 高雄卫生局和检调也发现 正义上有供货商 其中的和弘企业社和永城公司 负责人都是同位脏性男子 也是强冠供货商 强冠董事长叶文祥 就是透过脏性男子买假发票 掩盖向郭烈成买油的事实 不过实际查访 和弘早已闲事多年 永城登记地址 则是另一家唯一公司 员工工程完全不知情 记者李传 陈显坤 台南报道